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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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煮米要忍煎的 水用鼻的 因為煮米要再進泡 這樣起來比較不會太暖 炒好的料 南瓜下去的米裡面煮 這樣起來熟比較漂亮 更好吃 它也是麵糰的料 裡面是薄薑和鹹菜 外面用作像冬蟲的形 很滴滴的 這樣 因為我們就是要讓它鹹菜 煮好怎麼放一個 就是要讓它生米和鹹味造出來 這樣比較好吃 待會兒煮再讓它燙一下 再吃這樣 要水吃就可以放太久 會太鹹 因為小黃瓜是青椒 我們要做涼拌 要放糖和鹹 把它生涼的味道造出來 這樣比較有味 用料要稍微用礦泉水 洗一下 你如果敢吃辣的人 就要洗掉更险 如果敢吃险 就是要大條 讓它有色這樣比較漂亮 我們會見到你 再次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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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后不要走开哦 还有更精彩都要追得回来哦 有没有想过超市里 为何肉类都摆在冰柜内呢 而蔬果大多总是摆在户外呢 知道为什么吗 肉类在室温30分钟后就开始腐败 而蔬菜却是两天 如果照这个公式来演算 人体比室温高出3-5度 肉类在30分钟内 不足以让人体彻底吸收消化 而蔬果却能在食效内 促使肠外乳动及消化 更有利于人体养分的吸收 要健康选蔬果 我们下ighing 我们下半分钟的时候 我们下来的心理 我应该就 ук忙的 你赶在冰刀上 就像有空 每天 也都会有养分的 是 一本 那 邻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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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